停止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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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積不是公共財嗎 在台北就會被討論 就會被充分的 用委會的方式討論 但是高雄市政府 用一紙部分被遮蔽的 結構技師的 安全評估報告來評定 重點是 內文有瑕疵 陳其邁市長 當你說要從嚴審 審查的時候 你的見款都承認 報告有瑕疵 你還要一意孤行下去嗎 呼籲高雄市政府 應該要終止還評 陳其邁市長 你在五月份在議會中 公開承諾我的 請不要騙人 陳其邁市長不要做 男人的嘴騙人的鬼 我是五月就開始執行 我是五月就開始執行 各位住戶就從四月就開始抗議 結果直到前天 我們才拿到還是有部分資料 被遮蔽的結構安全報告 這份結構安全報告決定了什麼 決定了國賓飯店為老重建的核定與否 決定了國賓飯店的容積可以從八百四移要到一千一百四十二 但是我們在檢視的時候發現了這個報告有諸多疑點 內文不一致 結構技師所運算的內文的分數 跟實際上第一次市府提供的版本 分數不一致 請問一下容積不是公共財嗎 這句話在台北我還是要強調 在台北就會被討論 就會被充分的 用委員會的方式討論 但是高雄市政府用一紙部分被遮蔽的結構技師的安全評估報告來評定 重點是內文有瑕疵 建管處告訴我 他們會把這個報告 行文給台北市結構技師公會 請他們說明 至於2020年的報告 他們也會喊請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說明 請問一下 在今天這個容積核定的 維繞評估報告都還沒有確定還沒有明確之前 為什麼高雄市政府 執意要進入環評 這樣子不是限高雄市民的生命財產於不義嗎 所以在此呼籲高雄市政府 應該跟民眾站在一起 不要再跟財團建商站在一起 高雄市是應該一個民眾友善的城市 而不是一個建商友善的城市 將一切釐清 將一切說清楚 講明白 我也呼籲陳其邁市長 當你說要重演審查的時候 你的見款都承認報告有瑕疵 你還要一意孤行下去嗎 這個報告決定了未來國賓的命運 所以還是呼籲高雄市政府 應該要終止環評 讓我們 終止環評 這是民眾的訴求 也是我們的訴求 更是高雄市民本來就有資的權利 因為容積是公共財 所以這個報告 本來就應該公平公正公開 就像陳其邁市長 你在五月份在議會中 公開承諾我的 提供專家跟專家的比對 讓大家心服可服 以朝公信 請不要騙人 這一點 我希望陳其邁市長 不要做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 這點是公開都有錄影的 我在議會中的質詢 我在議會中有要求要重啟鑑定 就是這麼很荒謬的告訴我說 重啟鑑定 需要的是為老建築的申請人 所以換句話說是國賓 本身才能要求做重啟鑑定這個動作 那這個也凸顯了這個法條的詭異的地方 今天容積是公共財這個大前提之下 就像簡律師剛才講的 容積決定了土地開發的強度 那當前金星零雅的公共設施 可能沒有辦法因應現在高強度的開發的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會質疑是否核發這麼高的容積 對地方造成的衝擊 所以重啟鑑定也是一個方式 可是很無奈 這個法規似乎是只有國賓可以要求 那我們當然會要求高雄市政府 應該站在人民的手 人民的這邊重啟鑑定 就像律師協助民眾這邊提起所謂的行政訴訟跟行政訴願 可是很無奈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麻木的高雄市政府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跟建商站在一起的高雄市政府 我們看到是一個網顧人民生命的高雄市政府 所以今天才有這麼多的民眾出來拉白布條出來抗議 我們希望高雄市政府可以仔細省思 國賓跟計劃成案的確不是同樣的案例 但是超高容積的發放 我認為這個行政材量權在市府手上 所以我希望陳其邁市長從嚴審查 每一個步驟都確定步驟沒有問題合法合規 那這個國賓的危老重建 甚至國賓未來的改建等等的案子 才會在大家的期待之下有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去訴求 跟市政府希望重啟這個整個的評估 最起碼陳其邁已承諾我的讓我做專家跟專家的比對 第二個我跟麗娜姐也會因為這個分數報上國土署 它的危老分數報上國土署的分數是錯誤的 是65.7是錯誤的 這點監管也承認 所以我們會要求國土署重啟這個鑑定跟評估 由中央來確認國賓未老的這個事實 這一點是我們會去訴求的 那今天就希望接下來可能違法的環評 因為在環評報告書的第五章 就決定了基地開發的強度的容積 是到了1142 所以市政府陳其邁市長回頭是岸 停止環評 停止環評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 今天打開我